中央政府的总预算 目前卡关当中 行政院其实也蛮急的吧 那就在礼拜五的时候 周荣泰找了立法院长韩国瑜 来去喝咖啡 看看有没有什么转环的余地 那之后呢 周荣泰被问了 他说他喝了一杯很温暖的咖啡 意思就是说韩国瑜给他正面 善意的回应 韩国瑜讲了 下个礼拜打算就要请朝野来吃一吃 和解饭 看看这个预算案该怎么样能够往前推动 对此国民党的态度是 会要求执政党依法编列预算 且会提出赛野党相关要求 绝对不会不沟通的 民众党的部分呢 总预算退回了要重新编列 关键人物是你卓荣泰啊 并非派单一的部长 虚晃一招就能够解决 其实就是很简单 当初你中央答应的事情 就是这个原住民的禁法补偿条例 你就编回去嘛 你不要不动 好 那反正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那么在野党是会跟你进行协商的 好 但是现在国会的部分呢 比方说民进党的部分 就一直告诉大家嘛 你这个在野就是卡了 导致很多东西都不能够推动 可能是你公务人员拿不到钱啦 甚至政府有可能拿关门啦 等等 有这么的严重吗 好 来看到 曾经当过立委的郭正亮 他告诉大家 说民进党你不要再骗人了 国民党并没有要卡预算 是请你一线把禁法补偿条例 25亿的预算编进来 因为不编就是违线 这不是国民党叫你新增下去的 而是这是一条法令了 你当初答应人家 而且当时你在行政院 你也没有提出复议啊 那代表你也同意了嘛 那为什么你当初愿意答应的 在新的预算当中没有编进来呢 就是很简单 请你编进来而已 你就是不愿做 所以呢才会这样子嘛 再来 我们政府是不会关门的 因为我们不像美国政府一样 它有一个拨款的中心 没有 所以呢 你只是 所谓的新的预算 就是如果你原本有当初 新增加的一些资本的支出 或是新计划的话呢 那你这个东西 当然一定要通过预算审查嘛 那你原本有的 这个钱就是你还会在 所以并不会影响到 你公务人员的发放薪资 这些都是不会影响的 好 那现在大家就来看啦 下个礼拜 韩国瑜呢 要来主持了 请朝野呢 大家来好好谈一谈 看看这些预算 到底该怎么办 那么在野党 是这么建议执政党了 就是呢 乖乖的把该编的预算 编回来 这才是真的健康之道 预算缺失 或者吃饭也好 或者吃饭也好 行政院一定要提出 以上这三项的预算的缺失 应该提出你们的检讨 感尽之道 这样才是真正的健康 有诚意的沟通方式 预算的部分 韩院长无庸置疑扮演的关键的角色 尤其调和顶耐 能够让行政立法的相关部门 能够有一个坐下来谈的空间 我们真的感谢韩院长 但我们真的还是要呼吁 行政部门的态度决定了后续的发展 我们也希望民进党政府应该崇善如流 听到广大主流的民意 也不要辜负韩国医院长 出手的一番好意 过去这几个月来讲 他们的态度一向都是非常的强硬 My way or the highway 就是我的方法不然就没有办法 目前为止他们希望韩院长出来协调 或许是唯一的方法 但是我个人是不看好后面的结果 不要一直进行 再怎么野蛮系列的认知作战 那希望这次的参会 也不是一个陷阱 要塑造假沟通的错误认知 而是能够真心的朝野合作 现在总预算案因为卡在立法院 所以你就讲了 那你韩国语准备背锅吧 就是因为你没有作为等等 所以现在有一些绿营的侧意 在网络上面做出蛮多梗图 趁机洗脑 但是我要告诉你 请你先认清楚 这些都是假讯息 因为是有人挂保证这个假讯息 待会来告诉你 我们先来看 绿营要骗你 他说你看很多的社群平台 都会看到这些梗图 蓝白退回总预算 那明年就没有办法播 涉服津贴了 其实光是看这个标题 是很严重的 涉服津贴没有办法 可能是老人年薪会领不到 等等 还有哪些做法 我们来看 注意 台湾人的权益 遭蓝白联手 恶意抹回 主要就是因为蓝白 把总预算案给退了 消防弟兄的兄弟姐妹们 请注意了 你的保障要没了 租足 小心 你的补贴没了 学生请注意 出国交换的机会会变少了 还有家长们请注意 因为你的福利没有了 像是0到6岁国家养 2.0计划 都是因为蓝白党了 所以现在都没有任何的经费 好 看到这里 第一时间 要是我是民众的话 我也会紧张 我也会害怕 好像真的就是因为钱卡住了 真的没有办法运作 但真的是这样吗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要告诉你 以上这些通通都是错误的假讯息 好 完整的内容 就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他告诉大家 行政院已经将总预算案 交给了立法院 但立法院没有将其排入讨论 也未进行实质审查 并要求行政院重新编列 并送新版预算案 但政院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有同意 因此运算案才会卡关 而通常预算的审查 都会在年底11月底 但是往年 要到这个隔年的1月 才会完成三读通过 好 但最重要的点在这边 行政院主计总处还有学者告诉你 假设114年的总预算案 没有能够如期过关的话 还是可以动用经常性 与法定义务的经费 所以像刚刚讲的 包含了育儿津贴 包含了租屋补贴 法定义务经费 则是法律规定的必要支出 所以这笔钱还是可以有的 另外网络盛传的老人年金 跟老人津贴 这是属于法定义务支出 育儿津贴 租补贴 这是属于延续性的计划 所以不会因预算卡关而冻结 换句话说 这些社福的补助 还是照常拿得出钱的 第三 专家分析 总预算的当中 法定支出占6至7成 即便预算案没过关 还是可以动用大部分的经费 所以换句话说 在社福的部分 该延续性的政策 其实都还是有钱可以拿的 都是拿得出来的 所以并没有受到预算案的卡关 而有影响 所以呢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要告诉你 很多宣传 都是错误的讯息 都是错误的讯息 好 那这下子等于是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在打脸部分的测译 请大家在看这些讯息之前 一定要先查核 明年度 禁法条例的补偿 包括经费的来源 以及后续执行的方式 其实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禁法补偿的条例 民进党政府不但不提负义 不提视线 总统公布实行之后 行政院本来就应该要 依法执行 过去这段时间 民进党政治人物 跟测译网军 不断的造谣抹黑 明年度的总预算没有复委 还设服津贴发布了 结果遭到事实查核中心打脸 这是错误讯息 政治当然可以竞争 政治也可以攻防 但是绝对不能昧于良心 造谣抹黑 朝野和解 化解僵局 请民进党从说真话开始 绿营的测译的网军 不断的抹黑 说有关会影响到又好今天 影响到长照基金 影响到一些社会福利的一些的说法 已经遭到事实查核中心正式的打脸 事实查核中心说没有这回事 毕竟我们今年度是去年省的预算 而明年度的预算 现在正在省明年度的预算 而且只是退回并没有删除 所以已经被这个事实查核中心来打脸 我们也希望绿营的测译 不要再制造这个谣言 不要造这个造假 做假新闻 门遍这个社会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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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